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您水笑 第七百六十章 九品丹地 因为莫无忌的先生夺人 加上话语占据了主动 狂警还没考虑好是先说几句还是直接动手 现在莫无忌又莫名其妙说了一句 因为他是先尊圆满 这让狂警有些愣神 一时忘了要动手的事情 狂信友 你应该是来抓我去弥菲丹气阁的吧 狂警只能看着莫无忌 心说知道了还如此淡定 别人不敢在天外天方式动手 弥菲丹气阁却可以肆无忌惮 莫无忌知道狂警不会回答 他只是不紧不慢地说 几天前 妖族的阴阳先尊找到了我 我知道 你杀了阴阳先尊几期 狂警总算知道 不能让莫无忌继续占据主动地说下去 他突兀地打断了莫无忌的话 那阴阳先尊如果遇见我 我不用半煮香就能杀了他 莫无忌唯唯一笑 他平静地说 当时我用了一招杀了他 狂警面色一沉 莫无忌就算是先尊圆满 也不可能一招杀了阴阳先尊 极其此人 狂警知道 尽管沉迷于各种欢爱 但毕竟是个先尊 而且听说 此人还有一个独特的世界 一旦被此人召进世界 很难活命 确确地说 我还走了几步 然后才一招灭了他 莫无忌仍旧淡淡地说 狂警冷哼一声 周身杀气四溢 显然不认为 莫无忌真能一招 干掉阴阳先尊 莫无忌当时杀阴阳先尊的时候 自然不止一招 不过也才就十数个呼吸 便干掉了极其 莫无忌的话并没有夸大之处 甚至还说得有些谦虚 当时莫无忌杀极其的时候 可是先王之境 现在的他早已晋级先尊 再杀极其 一招还真不是吹牛 我缺少一个先帝警戒的帮手 所以才会叫你过来 我是要给你一个机会 当然若你不要这个机会 你尽管动手 我相信你很快就能见到极其 好不 你应该见不到极其 因为他神魂俱灭 莫无忌仍旧欲起平静 透露出强大的自信来 尽管莫无忌的领域尚未伸展 但狂锦依旧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抑 有那么一瞬间 他甚至怀疑莫无忌所言是真的 我不是先帝 狂锦深吸了一口气 杀气略微收敛 他的领域虽说还是隐隐罩住了周围的空间 但心中却生出了忌惮 同时 他的心里也很只钦佩莫无忌的强心脏 他是来动手的 莫无忌居然打算招纳他 换成任何一个人恐怕都不敢这么想 我知道你不是先帝 但只要跟随我之后 你就成了 难道你是九品丹帝 可以炼制地真丹 狂锦脱口而出 在天外天走廊 能让先尊跨入先帝的先灵草 只有问真地心花 而问真地心花只能炼制地真丹 至于晋级先帝更好的先丹 九品先丹地道丹 在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弄到的 天外天走廊好东西虽多 但并没有地道过 没错 我是九品丹帝 莫无忌依然是一副傲然的样子 他很清楚这些先人是什么德行 若是你回答吞吞吐吐 那给人的印象就是你心里没有底 你说我是先尊圆满 所以你想让我帮你做事 然后你能让我正到地境 狂金总算明白 为何莫无忌要说是因为他先尊圆满 所以才叫他上来 莫无忌淡淡地说 你说得没错 如果你不是先尊圆满 我也懒得浪费时间 你以为凭借你先尊圆满就能留下我吗 别说是你了 就算是你弥非方氏几个先尊全过来 我要走也照走不悟 当年四个先帝拦住我 甚至还有三名大先帝 我依然是从容走坡 别说你们区区几个先尊 我不会做生意 不能帮你什么 狂锦的语气缓和了许多 但他的内心却在狂跳 先帝呀 他加入弥非丹气阁为什么 不就是为了正到先帝吗 可他在弥非丹气阁 已经做了数百年的大手 清京倒是获得不少 但这些年来 别说正到先帝了 连地震丹的影子都没瞧见过一枚 莫无忌一听狂锦的话就知道 游戏了 他从娄四那儿 得到过一些关于弥非丹气阁的消息 知道弥非丹气阁并非是天外天方式的 而且弥非丹气阁在天外天方式 也不过只有几个先尊而已 最强的先尊就是狂锦 狂锦为人话语不多 加入弥非丹气阁 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闻到先帝 莫无忌肯定 弥非丹气阁 不可能有正到先帝的帝级先丹给狂锦 所以他才将狂锦叫进来 先招降一番 之所以这么做 莫无忌知道 外面那些请他炼丹的人 最多只能帮他造势 一旦帝级枪折过来 他和娄四二人就显得单薄了一些 他必须得找到一个强者 找一个强者 不是为了和弥非丹气阁的先帝单打独斗 而是帮助他稳住七级捆杀先阵 以他现在的实力和阵道水平 哪怕是先帝后期 只要被他困住 再有个狂锦帮忙 他仍旧有可能干掉对方 若是不成功的话 他则会考虑是不是提前离开天外天方式 他不是怕狂锦 而是怕由先帝来到这里 我不希望在炼丹的时候 总有些小鱼小虾米来打搅我 你正到先帝之后 可以帮我护法 莫无忌答道 狂锦是再也无法淡定 若是莫无忌真能给他地震丹 他岂会继续留在弥非丹气阁 你确定是九品丹地 可以炼制出地震丹给我 狂锦忍不住再次询问 莫无忌没有再理睬他 而是继续拿起刚才放下的那株仙灵草 莫无忌的这种做派 反倒让狂锦更加确定 莫无忌就是九品丹地 一个九品丹地 能够招纳他狂锦 已经算是落下身段了 他反复询问 岂不是让人家不爽 莫丹地 我仅仅是在弥非丹气阁做护法 我连他们的伙计都不是 我愿意加入凡人丹药阁 狂锦在最短时间内就做出了决定 顿了一下后 狂锦继续说 可一旦我不回去 很快就会有先帝过来 他进入弥非丹气阁 就是为了地真丹 而事实证明 弥非丹气阁 并没有将他列入培养的对象 他狂锦充气量 就是个打手而已 所以面对莫无忌的招揽 他只要不傻 就知道该如何选择 莫无忌还是没有说话 依然在检查着仙灵草 狂锦有些愣神 好在他这些年见过的东西总算是不少 很快明白了莫无忌的意思 莫丹地 这是等着让他发誓呢 狂锦有些犹豫了 他加入弥非丹气阁 就是因为随时都可以离开 作为一个即将正到先帝的先尊强者 他可不太想随随便便发誓 更何况 一旦弥非丹气阁的先帝过来 他狂锦可是不够看的 我不需要你发什么别的誓言 你只要誓言跟随我一百年的时间 百年后你恢复自由之身 你可以选择继续跟我 加入我的先门 也可以自行离去 至于弥非丹气阁的先帝 我有办法对付 这么简单 狂锦有些不敢相信 一百年的时间 对一个先尊来说 不过是比关一次而已 哪怕这誓言再读 也算不上什么 莫无忌说他有办法对付先帝 狂锦倒是没有怀疑 莫无忌一个酒品丹地 什么地方不能风光快活 若说留在这儿等着找死 他相信莫无忌只要不傻 他就不会这么做 机会就在眼前 狂锦哪里会错过 我狂锦发誓 只要莫丹师能给我一枚地震丹 百年内 我必跟随在莫丹师左右 在不损自己生命于大盗的情况下 听从莫丹师的吩咐 若为此事 雷吉而亡 好 狂县友 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我不会只给你一枚地震丹 只要你没有正道先帝 两枚三枚我都会给你 你现在就去告诉那个 弥菲丹气格的女人 你是我凡人丹药阁的人了 至于地震丹 一个月后给你 莫无忌笑着站了起来 之所以要一个月 是因为莫无忌现在 还并不是酒品丹地 但这并不影响莫无忌的话 以他的凡人大盗演化来的丹道传承 在这么多仙灵草的支援下 他每天炼丹 一个月后还不能进其酒品丹地 根本不可能 凡人大盗 讲究的是一切凡物都可化为仙灵 就像他本身就是一个凡人一样 可现在他依然是修到了仙尊之境 一旦凡人大盗中的丹道大成 理论上说 就是路边的一草一木 都能随意地炼制出顶级的仙丹来 是 狂锦压住心中的狂喜 供身失礼退了出去 一个月后就能拿到地针丹 这对之前的他来说 简直就是做梦 狂护法 你没有动手 看着狂锦走出来 染玉水疑惑地传音 狂锦语气平静地看着染玉水 染之士 我决定留在凡人丹药阁了 你回去帮我和明阁主说一声 多谢这些年 弥菲丹气阁对我的帮助 狂锦的话自然只是客套一番 这话带回去 他相信明成会明白他的意思 什么 染玉水震惊地盯着狂锦 他根本就没想过 来这里拆凡人丹药阁的狂锦 反而投奔了凡人丹药阁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本集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